應該講說 如果我們買東西 買到說會影響到你的生活 或比方說你會欠債 或是你的信用卡透支 那這樣就會造成問題了 那如果是一般這樣的狀況 你還在自己能力可以負擔的範圍 我覺得是還好 如果比較愛買東西 不過我又要再講一下 其實我會這樣買 跟金融風暴有很大的關係 你少來什麼東西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我從來就是很保守的人 我所有的錢都是放銀行 就是定存而已 結果後來就被李專員就一直說服我 然後就買了基金 然後買了澳幣 反正就是很慘 很慘之後我那時候那段時間 我真的走路走一走 眼淚都會掉下來 然後後來我就說 為什麼人生居然是這樣一場空 就是說我守了那麼多年 居然就在一個不恰當時期 被說服了以後居然虧那麼多錢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說 我好歹要留下些什麼吧 你知道嗎 你跟我虧得比起來 跟衛生機 就是如果說你虧得那些錢 你根本就看不到 就數字就蒸發 可是如果說我買些東西 我還看著它 對 我跟你講如果你是這樣 要投資理財 你應該買什麼你知道嗎 你應該買黃金 對 而且不要買資金是純金這樣 可是黃金又不能 黃金又不能拿去馬路上 又不能背在身上 又不能穿在身上 對啦 那如果這樣你就買資金 可以帶在身上這樣 可是我都買包包 我都跟我老公說 你看你基金都跌 可是 他在口上說 那你要賣掉幾個嗎 我說不要 他這個 畢竟真的是撒錢買塊 我頭腦的心態 躲避實際問題 對 這種講法 有的時候會成立 因為我有在玩單眼相機 你看 有些鏡頭也會漲價 二手都會漲價 自己也愛買嘛 太好了 我才六個字頭而已 像Vicky提出你有一個朋友 是就不爽 去買珠寶 去讓他老公生氣 對啊 因為他就是跟先生吵架嘛 所以心情很不好 所以他就去珠寶店這樣子 就這樣子 一刷下來就十幾二十萬 然後買回來 就是一個爽字 因為他就是要報復 所以他那個是要跟先生請買的 那請問他老公看到帳單之後呢 老公看到帳單之後 當然也是覺得說 你怎麼這樣子 然後就去花了那麼多錢 所以他就告訴先生說 以後不要讓我生氣 那我生氣我就是用這種方法 報復我 對啊 有這個例子啊 就是老婆為了要報復老公 但他又抓不到老公有外遇 只是一個曖昧的簡訊 然後他就開始養成就是不開心 他懷疑老公的時候 他就去刷 刷婦卡 那老公有跟他講說 你如果心情不好不開心 你可以去刷 老公已經這樣講了嘛 所以他就去SPA啦 去買啊去幹嘛 但是他到最後 已經真的是一個強迫症 就是他不去 他就每天都不開心 那後來老公也受不了了 因為他可能到 就是每次刷都是上百萬那一種 所以老公後來去訴請離婚 罰官判准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那另外一個例子是說 我太太他有一個同事 因為他們除了我非常班 有時候到歐洲幹嘛的嘛 那就會帶那種大箱 就是因為他其實 他如果沒有買東西 其實不用帶大箱 一般他們的小箱就夠了 那他的同事呢 就帶了兩大箱 那當然很多人都這樣子 因為就開始要去Shopping嘛 那一天呢 他就看到那個同事 就很開心心情好 就說我今天帶了兩大箱 我一定要瘋狂的購物這樣 那就去了 那為什麼他要瘋狂的購物 因為他說我開心啊 因為我覺得我這麼辛苦 賺的錢 我要靠想自己 所以就是去Costco也買了一堆 有的美的保鮮食品對不對 人家講說這個東西 善存在美國買 比台灣便宜一半喔 他就買很多 然後去這個Duty Free也買很多 包包不能買但是偷渡啦 偷渡回來這樣 那花了 就這樣飛一趟回來 就花了大概快十萬塊 然後整個兩大行李箱 是他的戰利品 他覺得他很開心 那當然收到帳單 開不開心那個 我不曉得 好 又有一次呢 他這次去飛的時候 就拖著小箱而已 那人家就問他說 你這次大家都帶大箱 你怎麼沒帶 沒什麼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對不對 可是飛回來的時候呢 從飯店要去坐車 要去上班 你就看到他拖著兩大箱 他那兩個箱子是在國外買的 對 在那兩個箱子 然後就問他說 你不是心情不好 為什麼還要買兩個 他說就是心情不好 所以我要發洩 你知道他開心也買 不開心也買 當然 因為跟男朋友吵架了 當然 然後男朋友也是跟他講說 因為他當然不是用男朋友的富凱 因為他不是夫妻關係嘛 但是男朋友跟他講說 你在國外買東西 都算我的 對 我付錢 所以他為了棄男朋友 就在 我連箱子都在國外買 剛才講的那兩個 我真的有一個朋友 遇到這樣的問題 他其實原來是大老婆 可是長得很漂亮 那女生長得非常漂亮 可是因為家暴 他離婚 離婚之後呢 他因為有兩個小孩 他真的沒有那種工作難 因為以前老公很有錢 於是他就變成人家的小老婆 可是他非常不能 就是對這種心情轉換 他居然是人家的小老婆 你知道 以前是有錢人的大老婆 我後來變成有錢人的小老婆 所以他就經常就去購物 就什麼東西就 可是那個 因為養他那個男的 財力也很雄厚 他買完以後 他就開始送給朋友 我們實在不願意賺他 他也真的不願意賺他朋友 真的不願意賺他便宜 可是他真的就是這樣子 他就送給朋友 因為朋友接到就很開心 然後他就會這樣子 然後來我們家玩嘛 然後來什麼的 然後就這樣送給朋友 所以看了也很可憐 現在講這個有一個 很有名的例子 然後他就離婚過後 戴安娜晚婚 戴安娜晚婚 離婚給他打擊非常大 所以他後來也變成 強迫性購物 購物狂 他就在歐洲各個精品名店 拚命的買東西 所以最後他去世的時候 他那個男朋友是 法國巴黎一個很有名的 百貨公司的小開 買東西買到跟小開談戀愛 最後還發生這樣子 對 像這個 還有這個強迫性購物 還有更有名的例子 這整個國家會丟掉 這個就是誰 就是前馬可士帕 伊美戴 伊美戴 伊美戴的家裡 聽說他的鞋子有六千雙 很可怕 然後他每天都穿各式各樣名牌的衣服 買鞋這件事情 這是女人的一個通病 這種辦法 但是我發現 女人在感情比較有空洞 或是有問題的時候 更愛買 我有一個朋友 他買最多的時候是 他沒有男朋友的時候 因為很無聊 沒人管他 寂寞 是寂寞 然後加上有點空虛 他去買啊 小姐稱讚他 那上萬上萬 一件喔 單件上萬上萬在買 然後那段時間 他有一天就要跟我講說 我最近買少了 因為他都去買菜了 他是消費便宜很多 因為他都改買菜 他已經 他心靈空虛的那一步 已經被感情填滿了 所以他就覺得 回家做菜給男朋友吃 你去買衣服快得多了 可是我們那種家庭幸福 小孩健康的那個 也是有買的慾望 因為老公去上班 然後你每天都在顧小孩 那好不容易有那個空檔的時候 我要怎麼娛樂我自己呢 當然就是去買東西最快啊 因為每天那個小孩哭啊鬧 所以我每次回大陸 因為回去大陸之後 小孩都丟給我媽帶 所以我每次從大陸回來 心理箱都是壞掉的 你看我每次從大陸 我看妳買什麼 對啊 我每次從大陸回來 都帶一堆的衣服回來 OK 這樣看一下 因為我第一次從台灣回去 大陸的時候呢 我就去逛一家 因為大陸那種唐裝啊 氣泡什麼的 對啊 很多人都特別去做啊 對啊 然後那個 我回去之後呢 那一家店我就試了一下那個氣泡 然後我就 那個店員就說 小姐妳穿那個氣泡真好看 尤其就是妳是穿那個氣泡 最好看的那個人 然後我就想說 台灣其實買氣泡 這話妳也信啊 我自己也這麼認為啦 其實沒有 後來我想說 台灣其實買到氣泡 都還滿貴的 然後呢 也其實買不到什麼好看 也不是買不到 就是我們也比較少有機會去逛啦 對 那我就一下子買了四件 因為好看 都來了嗎 都來了 就一下 這個應該是我們具體需要的衣服吧 可是問題就是 我買了四件之後 一次也沒穿過啊 對啊 我本來想說 這個穿來台灣應該很特別 因為大家覺得我們穿那個 應該很特別對不對 可是請問我們帶著孩子穿那個 要去幹嘛 對不對 大家會笑吧 對啊 那迪志偉請問 像你們保育軍 如果一個女的穿這樣 你會覺得她是 就是 那她可能去參加一個復古派對 就是會的事吧 對 是 或是拍戲吧 有可能妳在什麼時候穿你知道嗎 跟妳老公玩角色半年的時候 可是最後還是要被脫掉 那個又緊又難脫